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早晨 Online的電影節目 早晨 我們今天來看羅馬書的第五章 如果要分段 我們可以先將一到第十一節分成一段 然後就是十二節到最後兩個大段落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大段落 一開始寶萊就說 我們既恩信清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與神相和 我們又藉著他恩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年 老年心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裡 他說我會記恩信清義 記恩信清義 恩信清義前面那兩章都解釋過 就是我們為什麼可以被稱為異人呢 其實是因為信的緣故 並不是我們努力做到什麼 人根本沒辦法用自己的努力去成就律法 去成全律法 律法自古以來都沒有人守得住 所以這個清義全憑是因信而來的 信的原因是什麼呢 信的實質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信就是讓我們跟神之間有一個關係 這個關係裡面 因為我們相信耶穌就是神的兒子 我們相信耶穌就為我們使祂一切的罪 這個信讓我們跟耶穌之間建立了一個聯繫 就是因為這個聯繫改變了我們的身份 這個身份的改變就讓我們轉為異人 真的好像修養一樣 我們本來都是黑衣仔 都是在街上流浪 爛生爛世 招不補責 吃又沒有一口好吃 但是有一天 耶穌動了憐憫的心 將我們修養 你想想一下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黑衣仔做了什麼呢 黑衣仔其實什麼都做不到 黑衣仔也沒有辦法 憑自己的能力可以成為父翁成為父號 如果可以的話 他一早就已經是了 為什麼要做黑衣仔 所以其實我們從這個例子 就明白什麼是愛 什麼叫做恩信、清義 就是因為這個關係一轉變的時候 哇 黑衣就變成王子了 其實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本來都是在世間流浪的黑衣仔 完全沒有盼望 但是耶穌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 就修養了我們 這一修養就不得了 是吧 我們就從顛配流離 從這個垃圾堆裡面 就去到一個皇宮的家裡 享受收養我們的爸爸 一切的豐富 整個身份就大翻轉了 是吧 所以其實這個恩信、清義 如果我們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一點都不難理解 真的不是靠行為 你不可能靠行為 來去改變這件事 這個就是恩信、清義 既然我們已經恩信、清義了 我們跟神有一個新的關係 就直到我們主耶穌基督得以與神相和 這個就說得更加清楚 其實清義的目的 就是要讓我們與神相和 什麼叫與神相和呢 就是讓我們與神再分不開 罪帶來的結果就是 讓我們與神分離了 罪就隔住了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 起初在伊甸園裡面的時候 神與人之間是沒有任何的隔閥的 是吧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那幅美好的圖畫 就是在伊甸園裡面 神與人之間可以一起走在這個園中 你想想想彼此可以按親密 好像老友記一樣 你也想像這個圖畫 就是當在伊甸園裡面走走的時候 天父突然會在他身邊搭著他的肩膀 跟他一起看星星 看日出 看日落 神陪著他 他對天下賣物來命名 他說這個是狗就是狗 這個是貓就是貓 所有的東西神都參與 神都跟他之間沒有任何的阻隔 但當罪一出現的時候 這個關係就破裂了 甚至人都不可以留在伊甸園裡面 這個關係就是這樣 但現在既然我們恩信清義 即是我們的身份改變了 我們恢復那個兒子的身份 我們恢復那個不是罪人的身份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次與神相和 這個就是耶穌要讓我們清義的最大的目的 其實神從頭到尾都是只有一個心願 真是挺可憐的 我們的神無所不能創造天地宇宙 祂的大能通遍天下 但是祂只有一個小小的心願 就是希望祂所創造的人 可以與祂之間毫無阻隔 一起生活 無論去哪裡做什麼都能在一起 這就是祂唯一的身願 但是祂又不可以強行來 所以祂就用救恩之法 所以其實這個清義就是讓我們與神相和 我們藉著祂得以進入現在所站的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是因為這個的恩典 所以我們就站在現在的恩典當中 現在的恩典是什麼呢 現在的恩典就是我們的罪已經除去 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恢復 然後保羅就說 所以我們在這裡歡歡喜喜盼望著一個的榮耀 這個榮耀很明顯就是將來再會來 即是比現在的恩典更值得人嚮往的事情 這個就是將來的榮耀 這個榮耀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新天新地 就是在永恆的角度 將來神會再一次回來 耶穌會再一次回來 白色的大寶座會臨到人間 但是在這個大寶座的審判之後 將會是一個更大的榮耀 因為我們真真正正回家 真真正正回到我們天上的家 真真正正回到天父所居住的居所 這個就是將來的更大的榮耀 原來這個清熱是一個過程 就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就從我們接受耶穌那一刻開始 我們就被稱為義 醉得赦免 然後我們就走一條的路 就是一路一路邁向那個榮耀 我們回到剛才說的 超級富豪收養孤兒的例子一樣 在街上我們遇到這個富豪 這個富豪洗淨我們一起 除了我們的髒衣等等 但這個只是開始而已 然後我們就要跟著這個富豪回到他家 所以回到他家 那個才是真正的榮耀 現在我們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已經很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已經脫了一些黑衣的衣服 然後可能我們坐上了他的豪華房車 就是整個人生已經開始不一樣 走的方向也不一樣 開始越來越遠離這個垃圾堆 越來越向這個繁盛的城市中心進發 但是我們都知道 更好的仍然在前面 這個就是那個過程 所以呢 保羅就說我們應該歡歡喜喜 因為知道我們現在站在一個這樣的恩典當中 但是這個恩典不是一個盡頭 還有一個更美的家鄉 更榮耀的盡頭在等著我們 我們就向那邊去 但是在這個路途當中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這個路途當中有些甚麼的 即是 如果我們有這個確訊 應該這樣說 如果我們有這個確訊 我們知道我們所走的一個方向 而在這個方向當中有患難 那你的心情 你的看法會是怎樣呢 即是譬如好像這個黑耳仔 和這個富豪回家的途中 遇到一些阻滯 有些塞車 有些其他事情發生 耽誤了這個行程 又或者這個行程 經歷了一些事情 譬如我們再極端一點 可能富豪被人爬了一個荷包 哎呀 糟了 富豪應該很有錢的 爬了一個荷包 現在兩兒子都沒有錢 於是乎 可能要想辦法 怎樣找些東西吃回來 各樣 那你遇到這些的不幸 這些的難阻 那你的心情會不一樣的 因為你知道 只要捱過這一段 只要去到城市裏面 只要找到認識富豪的人 我們所有的事情都會恢復 而且最終那個盼望是不會減少的 最終那個榮耀 最終只要去到富豪的範圍裏面的時候 一切都會過去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在這個途中 就算有患難 你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你一定過得到的 因為知道只要克服 只要經過了這個患難 前面的喜樂、滿足、榮耀 是極其極其的豐富 極其極其的大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作為信徒 在今天應該有的心態 但這個心態是怎樣產生的呢 就是一定要我們能夠明白 還有知道我們現在所站在什麼的位置 今天我們所經歷的這一切的患難 如果是終極的話 那人就沒有盼望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一切 只不過是一個片段 是會過去的 我再舉一個極端的例子 假設如果我們知道過去現在與未來 你又是一個學生 如果你第一次的測驗 拿零雞包 是否很沒盼望 如果我告訴你 這個測驗就是你進入大學的考試的話 那你的人生可能就跌到谷底了 是不是 但如果你知道 這個測驗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測驗 而最終呢 可能你預知未來 最終在最重要的考試裡面 你會一百分 一級榮譽進入這個大學 甚至畢業 那你在這個測驗裡面 拿零雞包的時候 你的心情又會是怎樣呢 你是不是會很輕視他 這個測驗零雞包 我們有那個真實的盼望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就算在患難當中 我們都會歡歡喜喜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這些路途上面 小小的坑坑 小小的凹凸凸凸 小小的凳 小小的塞車 小小的這些東西 算不得什麼 只會讓我們伸出這個忍耐 我們就可以忍耐這些衝擊 因為你知道它會過去 而這些忍耐慢慢就會變成老練 這個老練的意思是一種生命的特質 character 即是你變成你的意志力 你的忍耐能力 你的堅忍度 是會生出來的 這個老練的意思 漁民的意思就是一種金屬 經過不斷的鍛煉 然後成為精神 即是好像黃金一樣 不斷地經過火燒 火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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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雜質都去盡了 到最後成為pure gold 你就知道在這些試煉之後 你的信心反而會越來越堅固 你會越來越硬 這個才是真實的信仰 信仰不是只能過一帆風順的日子 信仰其實反過來 就是在苦難的日子 患難的日子 仍然可以堅守 那個才是真正的信 如果不是的話 你的信都是流流的 你的信都不是真的 你對未來的盼望不大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我們對未來的盼望 是非常之大 我們是很確切地相信 神是真的 應許是真的 將來的榮耀是極大的 並且這個榮耀是真實的 你面對現在的苦難的時候 你就能夠走過去 所以神很有趣 我很喜歡這句話 神沒有將我們路途上的荊棘拿走 不過神給我們一箱 可以踏過荊棘的腳 神沒有應許過天色常藍 但是神有應許過 祂的慈愛永不變 祂的同在永不離開 以色列人不是沒有面對過風浪 相反 以色列人面對很多很多的危難 是不是 我們看以色列的歷史就知道了 是不是 他們經歷過亡國 他們經歷過秘魯 甚至現代以色列人 經歷過六百萬的大屠殺 上帝的選民都會問 神在哪裡 神如果你是愛我們 我們是你的選民 為什麼我們經歷這麼多的苦難 但是這一切的苦難 沒有將以色列打沉 沒有將以色列從地表上 屠沒滅絕 反而他們變得更加的堅毅 所以現在你看看現代的以色列 他真是一個強國 不是在乎他的大小 不是在乎他人多與少 而是他那種的特質 就是民族性的特質 他就像一個堅韌的東西 永遠都打不到 這樣的國家 所以好像以色列人 現在做軍人宣誓的時候 都說 這個國家永遠不能再失去 也永不會再失去 所以這就是信仰的特質 今天我們都值得去思想的就是 究竟在我們裡面 這個信有多實正呢 我們對將來的盼望有多實正呢 我們對將來的盼望有多相信 我們是不是已經很具體的 好像真的在靈裡面 好像在信心裡面 看到將來在天上永恆的基業呢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發覺 我們在患難當中 就能夠堅穩 站得穩 並且患難生 忍來忍來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這個盼望就是盼望將來的榮耀 所以越是苦難 反而我們的信心會越是堅強 我們感覺到未來的盼望越是真實 而且這個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它永遠不會落空 一定會成就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年 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的心裡面 為什麼我們可以伸出這樣的信心呢 是因為有聖靈的幫助 聖靈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裡面 就是說 十字架這一件事 耶穌為我們聽的十字架這一件事 恩著聖靈的緣故 聖靈的幫助 其實耶穌為我們使祂一起的罪 就是神最大的愛的顯明 這個愛會真實到一個地步 聖靈幫助我們 讓我們心裡 對耶穌這一份愛的真實的領受 那種的力量能夠勝在一起 對嗎 就是那種的堅定 剛才我又用那個孤兒子的例子 如果我們在路上遇到困難的時候 孤兒子也可以心裡想 哎呀 那個富豪會不會不理我 會不會不要我 事實上其實真的 當我修養了兩兄弟的時候 我小時候的兒子 即是很小的時候 他也有問過這個 他有兩個反應讓我很深刻的 第一個反應就是 有一天他突然間 他很認真地問我 他說爸爸你會不會死的 下一句就是你何時會死的 第一次聽的時候你會覺得 蛤 你問這些東西 但如果你明白他站在什麼立場 其實他裡面有懼怕 他裡面的懼怕 就是我會不會像他親生爸爸一樣 有一天會離開 第二個懼怕就是 他很怕我會不會很早就離開 他會不會很早就離開 他會不會很早就離開 這是他的懼怕 接著他又問了一個問題 爸爸你 你是不是真的我的爸爸 很特別的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 你會不會有一天不要我 所以我也要回答這兩個問題 第一 我說你真的是我的兒子 我永遠都不會不要你 無論你乖 你也是我的兒子 由我將你接回我家的開始那一天 我就已經下了一個決定 無論你乖也好 你永遠都是我的兒子 我不會放棄你 這是第一 第二 你放心 我說你放心 你這個爸爸 沒那麼快死的 神有很多事情要我做 我沒做完之前 肯定不會那麼快回天家 所以你可以放心 還有 我們有永生 我們是不會死的 你明白嗎 這個被修養的孩子 很需要這一點 如果我們對十架的意識 可以很強的話 聖靈將這份愛囂灌在我們裡面 我們對耶穌是很有把握的 耶穌可以連命都不要 他怎麼會不將最好的給我們呢 他怎麼會不將我們 帶到將來的榮耀裡面呢 耶穌可以連命都不要 今天我們遇到的一些患難 算是甚麼呢 耶穌一定幫我們克服一切的患難 直到我們去到榮耀裡面 耶穌連死的代價都可以為我們富上 而且祂復活了 連死都不能夠難阻它 這個世上還有甚麼的苦難 可以奪去我們將來的榮耀呢 人生最大的難處是甚麼呢 就是死 如果你連死都不怕了 這個世界沒有東西難倒你的了 是不是 何況真是我們在耶穌裡面的信心就是 死已經被耶穌戰勝了 我們是有永生的人 我們連死都不怕 還怕甚麼呢 你連死都經歷過 你都跨過了 你還有甚麼怕呢 這個就是 其實就是因為神的那份愛激勵我們 就是因為神那份勝過死亡的愛 幫助我們 讓我們可以繼續往前走 第六節 因為我們還軟弱的時侯 基督就按鎖定的日期 為罪人死 為贏死是少有的 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侯 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清兒 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憤怒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侯 且藉著神的兒子的死 得與神和好 基於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們基於藉著主耶穌基督 為我們死 其實這個愛就是 已經很偉大了 那份的愛已經足以震動人心 對嗎 但問題就是基督反過來 基督是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就為我們死 那個罪人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還在頂撞神的時候 第九字就是解釋這個 他説 第九、第十字 他說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 既藉著神的兒子 得與神和好 既以和好 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就是說 我們以前不單是作罪人 我們還要與神作仇敵的時候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為你自己的孩子 苦湯道火 為你的孩子去死 你也心甘情願 這份父愛帶到的地步 可能會做得到的 但你會不會為你的仇人死呢 為那個頂撞你的 為那個找你笨的 為那個經常跟你作對的人 然後你為他死 就用這個死來感動他回轉 你會不會 十個應該是十一個都不會 我們只會為我們所愛的人 為我們覺得值得的人 但那些頂撞我們 那些與我們為敵 處處都跟我們作對的 我們以得祂死 怎會是我為你死呢 所以當耶穌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我們還在敵對神 頂撞神的時候 還在口口聲聲說 世上沒有神的時候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耶穌竟然為我們死 這個就是神的愛 所以當時 耶穌這樣為我們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與神和好 因為真的將罪已經廢去 這個關係就已經改變 我們就好像突然之間被修養一樣 哇 刻意立即變王子 所以不僅如此 既然我們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與神和好的話 那麼我們當然也更加的應該借著耶穌 以神為樂 以神為樂 We rejoice in God 以神為樂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因神而感覺到無限的滿足 你想想 我們又回到黑衣仔的故事 是不是 這個黑衣仔 突然之間身份這樣改變的時候 你說他是不是很開心很喜樂 他是不是一想到他這個修養他的爸爸 他就開心得笑得見顏不見眼 今天我們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明白我們所經歷的 我們就知道我們應該以神為樂 而且不是知道 我們很自然就會以神為樂 還記不記得我們初初信主的時候 剛剛缺制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整個世界很美好 初信的時候很甜蜜的 因為那份的愛很濃厚 那份的恩典很濃厚 你巴不得周圍告訴別人 哇 耶穌真的很好 我現在信了耶穌 你巴不得身邊所有的人都跟你一起信耶穌 是不是 就是這樣而已 不過我們要小心 就是當我們信得久的時候 這份恩典的感覺會開始淡 因為我們開始習慣了 整一下整一下 我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好像這個黑衣仔一樣 整一下整一下 有一個地步 他突然有一天他覺得 我天生就是王子 那我今天擁有這一切 很正常 很正常 那我爸爸是超級富豪 那這一切就是我的 有什麼問題 很正常 我們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失去了那份的感恩 那份的愛也很頹色 這就是我們要小心的 所以患難生老年 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就是我們要讓這份愛的感覺 在我們裡面歷久如生 怎麼才能讓他歷久如生呢 我就覺得張牧師師母 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就是他們很喜歡感恩 常常感恩 常常感恩 就是常常保持神 在我們裡面的愛 那份的新鮮度 什麼時候都這麼新鮮 什麼時候都好像 剛剛被領養那種興奮 那種快樂 我告訴你 當我們保持著這份快樂 當有一天我們回到天上的時候 看到那個永恆的榮耀的時候 那個喜樂將會更大更大更震撼 所以我們不要浪費了那個感覺 現在我們就要開始保持著 這份愛的新鮮 這個就是以神為樂 就是說那樣東西會在你裡面湧出來 你控制不了的 你常常都會去讚美神 你常常都會去感恩 你常常都會refresh這一種的感覺 這一個就是以神為樂 好 我們再看十二節這一段 這樣就如罪是從一人 這樣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 死有是從罪來的 於是死就臨到眾人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沒有律法之先 罪已經在世上 但沒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然而從亞當到摩西 死就作了王 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 也在他的權下 亞當乃是以後要來之人的遇上 此事過犯不如因此 若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 何況神的因 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賜 豈不更加倍地臨到眾人嗎 因為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因此 原來審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因此乃是由許多過犯而清義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 就因此一人作了王 何況那些受鴻恩 又蒙所賜之義的 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作王 讀了一大段 好像很複雜 不知道在說什麼 不要緊 保羅的東西是很深的 但我們將它前文後理 一扣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 因為前面說 我們要明白神的愛 我們要以神為樂 我們如何才能做到以神為樂 我們如何才能保持信心 常常是refresh的 保持我們的感恩 不要讓它跌窩 不要讓它越來越淡 越來越不懂得感恩 其實如果你是乞丐 有一天你忘記了乞丐人生的低點的話 其實你就已經在恩典當中墮落了 這個墮落也讓喜樂離開你 可能你會反過來感到不滿足 你可能會突然發覺 為何我爸爸是這個富豪 不是那個人 那個人更厲害 那個人更厲害 是不是 人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回望 我們知道我們人生的低處的時候 我們會為今天而感恩 我們會為今天的美好而快樂 但有時我們失去了這件事 我們看著前面 追著一些更甚麼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在恩典當中墮落 所以保羅帶著我們一起去回望我們的過去 從整個人類歷史的低點來看 按照這個人類的走向 其實我們應該要滅亡 是不是 所以他就說 為甚麼呢 因為醉從一人進入了世界 死也是從醉來 所以因為一個人醉進入了這個世界 因為醉進入了這個世界 所有人都要死 醉的功架就是死 走不掉 其實我們本來是死路一條 而且不僅是死 還要死在罪中 死在一個垃圾堆裡面的乞丐 這是我們本來 沒有辦法可以逃脫的命運 不過 他說為甚麼會這樣 是因為死臨到這個世界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的緣故 罪就是帶來死 所以這是我們走不掉的一個 一個的 不想用這個詞 但是走不掉的一個魔咒結局一樣 你沒有辦法可以脫掉 不過 保羅尼也說 沒有律法之先 罪已經在世上 但沒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這句有點難 他說甚麼是沒有律法之先 罪已經在世上 這是很明白的 即是摩西未曾頒布律法之前 其實從阿當開始 罪已經進入了世界 罪已經在 不過沒有律法罪不算罪 甚麼意思呢 不是因為沒有律法 未頒布律法之前 那些罪不算是罪 其實那些罪也是罪 只不過律法讓罪更具體被顯明 律法就像一個電腦一樣 就像一個計算機一樣 將罪計算得清清楚楚 讓我們看得更加真實 其實罪已經在了 不過律法之先 罪未曾具體顯明 即是就算我告訴你犯了罪 你隱隱若若知道自己 壞了 但壞了甚麼呢 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不過應該大多數人都沒有 有時候警察請你回去協助調查 是吧 可能你去警署的途中 你已經知道 壞了 我這次壞了 但壞了甚麼呢 又不太知道 究竟壞了甚麼呢 只知道隱隱若若覺得 是有些事情 但壞了甚麼呢 不知道 去到警察局的時候 你便開始知道 為甚麼呢 警察就會告訴你 不是事必要你說 你所說的東西 我會寫下 作為這個呈堂的口供 現在 警戒口供出來了 現在告你 傷人 那你就知道 哦 原來我壞了傷人 是吧 那你就知道 壞了甚麼 這就是律法的意思 所以不是說 律法未頒報之前沒有罪 是已經有罪 不過律法一出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究竟我們犯了甚麼的罪 多少條 當然了 一條也是犯 十條也是犯 是吧 所以 十四節他說 從亞當道摩西 死就作了王 因為有罪 所以從亞當道摩西 這個世代 所有的人都歸在罪之下 都是死借著罪就作了王 所有的人都是 向著死亡的路徑走 所以他説只是過犯不如恩賜 但是過犯的權勢大不大呢 大 但是大不過恩賜 大不過恩賜 保羅就在這裏要說 這個恩賜是怎樣的大法 我們明白這個恩賜多麼大的時候 我們就懂得感恩 因為神給我們的救恩 不是一個廉價的救恩 他說 一人的過犯 眾人就死了 因為亞當一個人的過犯 醉入了世界 所有的人都在罪的道路上走 這個我們不能拼嘴 是吧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出生 都有一個罪性 我們看小朋友就知道 一出生 個個都非常可愛 但是問題就是 慢慢成長的時候 你不用教他做壞事 相反你是很努力 想教他做好事 是不是 好事你要不停地教 壞事不用教 一聲就懂了 拼嘴不用教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學會了 而且是越來越精 越來越通 當然你不怪他 你自己也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對著自己的子女 有時候會有很多的耐性 因為好像一個鏡 你一看到他就發覺 算了 我小時候不就這樣 你有沒有試過教小朋友讀書的時候 都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就是你很恨鐵不成鋸 很想欲出盡力 讓他生性 但某些人去到那個時候 你會說 算了 我一年級的時候 不是一塊糞便 他已經比我聰明了 我到現在他已經讀中學的時候 我也有這個感覺 有時候你很想撞他的時候 你會說 算了吧 他比我當年好 你明白嗎 原來我們就是這樣 所有的人 就是最因一人而入這個世界 死就作了禍 每個人都沒有分別 每個人都在走同一條路 同一個pattern 真是 那個DNA就這麼強勁 那你習慣了誰 不過恩賜是更大的 因為 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 臨到眾人 但是恩典是什麼呢 是眾人的罪 去到一個人 然後恩典去到眾人的身上 什麼意思呢 罪是因為一個人 普及到所有人 但是神的救恩是什麼呢 所有人的罪 歸到一人身上 然後這個人承擔了所有的罪 將恩典給所有的人 就是 耶穌就像一個 調轉的機器一樣 在這邊聚避 排山倒海 那些污水 這樣過來 但是他一個人收光之後 淨化 然後就變活水 這邊供應出去 叫所有的人得生命 所以如果我們明白這個原理 看到這個邏輯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 向神獻上大大的感恩 我們裡面感恩的心 才不會老化 才不會麻痺了 麻木了 所以這個就是十六節 他說審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恩賤乃是由許多過犯而清義 所以就是那個機器 把許多過犯 Purify之後 把恩典給所有的人 這個就是耶穌基督的救恩 如果我們能夠看得清楚這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明白這個恩典是多麼大 我們越明白這個恩典是多麼大 我們越能夠感恩的時候 我們的信仰就越實 我們就真的可以患難生老年 這個才是秘訣所在 就是我們裡面的感恩究竟有多少 我們對救恩明白有多少 最後十八節這一段 如此說來 恩一次的過犯眾人就都被定罪 照樣恩一次的異行眾人也就被清義得了生命了 恩一人的拔育眾人成為罪人 照樣恩一人的信服眾人也成為異了 律法本是愛添的叫過犯顯多 只是罪在哪裏顯多 恩典就更顯多了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 照樣恩典也藉作王叫人 恩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 所以整個邏輯是什麼呢 就是人一次的過犯就被定罪 所有的人因為拔育 因為頂撞神都成為罪人 所有的東西是因一人而開始的 照樣神設立另外一個人 所以為什麼說阿當是耶穌那個表象 就是因為一個人世人都墮落 神照樣樣末後的阿當就是耶穌基督 亦都因為一個的耶穌 所有的人都清異 就是一個這樣的洗白 所以就是因為一個人的信服 眾人都成為異了 這個就是耶穌所帶給我們的 就是祂將所有的咒座 Curse 所有的這些東西 罪全部Reverse 讓我們反而得著永生 因此律法本來是外添的 為什麼說律法是外添的呢 其實律法未有之前是罪已經在 不過將那個律法一加上去的時候 罪就更加顯明 就更加看得清清楚楚 其實那件事本來已經髒了 那些污水已經髒了 你在這個時候給你一個放大鏡 不單是放大鏡 是顯微鏡 你看到水好像有點髒 不是很覺得的 用顯微鏡一照來 全部都是細菌 還這麼活躍 那你就嚇死了 所以這個律法外添的就是這樣 本來在這個髒的水上面 再加上顯微鏡 讓你看清楚一點 一看清楚 不看有自可 一看就嚇死了 是不是 所以就更加顯明出來 但是恩典更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作王叫人死 所以照樣的 恩典藉著義作王 叫人得生 那死和生誰大呢 當然是生 所以恩典比這個律法更大 恩典比罪更大 無論你的罪有多大 神救贖的恩 都可以將它reverse 都可以將它除去 所以我們要明白這個恩典 我們能夠感謝捉住這個恩典 我們前面的路就不一樣 而這個恩典是確實的 耶穌的死是確實的 耶穌的復活更更確實的 所以我們將來的榮耀 是更更更確實的 將這個榮耀的盼望 放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走過一切的患難 因為我們知道 人生我們最寶貴的 就是耶穌 最寶貴的就是這一份的永生 如果我們要用其他的東西 換永生的話 傻仔 但是如果我們因為永生的緣故 要經歷患難的話 值得 這個就是那個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患難可以生老年 阿明 大願我們每個人都得著這份信心 阿明 今天我們在經文中可以看到 神是有恩典的神 而且我們在患難之中 都不要緊 因為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所以神的恩典是足夠我們用的 弟兄姊妹 我們一同來起床 來敬拜我們的神 看到沒有 我們在神的殿裡面 我們一同來起床 祝你是卑微 尊為尊貴 是傷心流淚 尊為硝煙 灰難生忍耐 忍耐生盼望 老年生盼望 盼望 不知羞愧就沒有失望 轉來起 心中充滿盼望 盼望是眼睛明亮 道路水崎嶇 你與我同行 心中充滿盼望 盼望是信心剛強 心靠每一句應許 心靠每一句應許 生命充滿涼光 生命充滿涼光 我們一同來起床 我們再唱一次 因為我人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收睇 就沒有失望 一二三 祝你是卑微 轉為尊貴 世上心流淚 轉為硝煙 灰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知羞愧 就沒有失望 心中充滿盼望 盼望是眼睛明亮 道路水崎嶇 你與我同行 心中充滿盼望 盼望是信心剛強 心靠每一句應許 生命充滿涼光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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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充滿盼望 盼望是眼睛明亮 道路水崎嶇 你與我同行 心中充滿盼望 盼望是信心剛強 心靠每一句應許 生命中充滿 生命中充滿盼望 盼望是信心剛強 心靠每一句應許 生命充滿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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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正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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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動 Up 線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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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弄 溜 於晏 還ully 悬 天天天天天天 祝你一同来到 向你掃书我们对你的感恩 主啊 因为恩着你 我们的罪才得赦免 主啊 因为你使我们 从罪人变为疑人 主啊 我们敬拜你 亲爱耶稣 你真爱我 毫无保留 我敬拜你 以你舍命 我回到父神面前 在天和应许中 清白 亲爱耶稣 你真爱我 毫无保留 我敬拜你 在你舍命 我回到父神面前 在人天和应许中 清白 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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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起约我 向你歌颂 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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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拱双手 全心 劑心 敬拜你 敬拜你 我有一生 全心敬拜你 亲爱耶稣 若真爱我 毫无保留 我请拜祢 因祢胜利 我会到父神面前 在远天尘虚众 敬拜 我要一生 一世敬拜祢 在祢典中 赞扬祢有美 在祢奉生 恩典中 我唤醒歌颂 在祢救恩盼望中 我领不住 快乐 我领不住 每天都 ise 我领不住 我领不住 爱我 也行 我领不住 在祢典中 我领不住 在祢典中 噢耶稣 噢耶稣 你喜悦我 向你歌颂 噢耶稣 噢耶稣 你会出 抱着双手 全心敬拜你 噢耶稣 一生一世敬拜你 在你天中 才要你勇美 在你风生 能变成我唤醒的手 在你朝日盼望族 在你朝日盼望族 祝福快乐 也许我们感谢赞美你 也许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而止的死 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 既已和好 既更要因他的身 得救了 神啊本应 神啊本应我们是死的 神啊本应我们就是这么懒的 神啊本应我们就是一个卑微的 就像牧师所说的 就像黑衣仔一样的生命 但是因为你 因为耶稣基督 你愿意为我们死 你愿意成为一个转换 让我们的生命和你转换 和你交换 以至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好吗 弟兄姊姆我们一起来开声 我们开声来赞美我们的主 让我们得着这一份救恩 让我们得着以至我们不需要死了 可以进入新的生命里面 我们开声来赞美我们的主 主要来多谢赞美你 神啊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 主要这些全部都是你的恩典 本应我们已经定义要死了 本应我们已经在罪里面 没有办法出来了 大神啊就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你 你钉在十架上面救赎我们 就是因为你自己 来和我们交换 以至我们的生命 可以真的离开死亡 进入新的生命 不单止这样 以至我们可以得着荣耀的生命 神啊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呢 祝我们来感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大家好 弟兄姊妹今天呢 在罗马书的五章里面 保罗马书的一天 保罗马书再一次 跟我们说整个 我们救恩的过程 因为我们信 我们可以有这份的恩典 因为这份恩典 我们可以清义 我们可以得着荣耀 不知道今天呢 大家去听牧师再讲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觉得 其实这个过程很熟啊 我们信主的第一天开始 是不是 但我们信耶稣的那个 跟我们说四律的时候 其实不是在说 保罗今天跟我们说 我们不配的 我们都犯罪 我们都规决神的永药 但是因为有耶稣 愿意钉在十架上面 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永生 这个是我们一信主 我们就知道的 但是为什么保罗要一而再再而三 再说呢 是因为我们容易忘记 是因为我们人会忘记 我们人会忘记到一个地步 会怪律法捉住我们 会怪律法让我们见到罪 会怪神 为什么你这么苛刻 要我们做好 但是因为我们忘记了 其实律法之先是救恩 救恩已经在我们里面 今天当牧师再说的时候 牧师有给一个 应该是说牧师有给一个亮光 让我们见到的出路 那出路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坐乞衣 有没有常常回想这份救恩 可能救恩在我们里面 一生已经很多了 慢慢慢慢这个救恩忘记 但是我们有没有回到我们最低点呢 可不可以我们这一刻 今天就值着这个时间呢 我们安静地坐下 回想我们人生的低点 回想我们还是乞衣的时候 我是怎么得着这份救恩呢 这份在谷底里面 在低点里面的感恩 是帮我们一生留在神的救恩的当中 一生留在信神的里面 一生留在原来我仍然可以因为这份救恩 我可以得着封城荣耀的生命 而不是忘记 而不是活在抱怨 活在退路的当中 可不可以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回到人生的最低点 回到的好像五章第十节说 因我们作仇敌的时候 我们仲敌党神的时候 甚至我们在敌党神的时候 我落入光景的是什么呢 我人生最低的点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天父爸爸 是怎样在街头收拾我们回来的呢 那个街头的环境是怎样的呢 可不可以我们一段时间一起来安静 回到我们人生的低点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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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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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当我们回想的时候 是啊 我们的人生真的经历过 那个乞丝流浪街头的日子 当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我的志愿 我在我自己的骄傲的里面 我怎么样我自己的人生 我的婚姻走到谷底 走到去绝境 主要就是我在这个街头 完全没有办法 完全绝望 生命四周都是黑暗的时候 神啊你再一次将我沉回 你的恩典再一次加在我的身上 你再一次跟我说 你的过犯我来担当 你的人生我来拯救 神啊就是这样 你拖着我一步一步从死亡 从黑暗 从这个没有盼望的当中 一步一步走出来 一步一步走出来 你再一次让我的婚姻变得甜蜜 你再一次让我的家变得温暖 主要你不单止拯救我 你拯救我的孩子 你拯救我的人生 你甚至将我 带到在你的殿里面 可以复慑竟然可以服侍你 你甚至给我踏上荣耀的路 以致这样 我的生命 可以被人羡慕 这不是因为我 而是因为你的恩典 当罪在我生命里面 作王叫我死的时候 神啊你的恩典 就来拯救我 叫我恩着这个恩典 可以让义在我生命里面作王 甚至让我可以得着永生 得着荣耀 神啊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 以至我可以因你维落 因你是我的神维落 大兄姊妹当我们刚刚回想的时候 我想这个经历不仅是我自己有 我们都很被这个回忆感动 好吗这一刻我们开声 好像我刚刚的吐告一样 我们开声来跟神说 神啊我都是黑衣仔 神这段路我是怎样走过的 阿米 蹬我 阿米 祝我们多谢赞美你 祝我们多谢赞美你 祝在我的生命里面 就真的好像五章二一节里面说 当罪在我生命里面作王的时候 我是死的 但是就是在那刻 恩着恩典 以至我可以遇见你 就是因为这份恩典 让疑在我生命里面作王 以至我可以再一次得着永生 以至我可以同意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份 这个何等大的恩典 好吗 这一刻我们一起来用敬拜 来回应我们的主 不是我们配得 而是恩典 人生的低谷 是让我们遇见恩典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捉住这个恩典 神啊 神啊你真是爱我的 你真爱我 主要因为这份爱 我们要来敬拜你 大声的敬拜你 与你胜利 主要不是因为你跟我交换 我回到父亲面前 在恩典和恩典的时候敬拜 主要你接受我们的敬拜 既然也是你真爱我 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成为我们的祷告 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回到父亲面前 在恩典和应许中敬拜 耶稣 哦耶稣 你是约翰 你是约翰 向你歌颂 哦耶稣 哦耶稣 交着双手 全是敬拜你 神啊我们的敬拜 因为你配得 因为你救我们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去敬拜你 尽量耶稣 你真爱我 毫无保留我 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因你生命 我会到父亲面前 在恩典和应许中敬拜 我要一生一世去敬拜 我要一生一世去敬拜你 快乐 主 这个是我们的祷告 主 你来接受我们的敬拜 主 你配得 你就是那个的主 你就是那个拯救我们 以致我们可以一生一生 在欢乐的当中 歌颂你的主 主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 哦耶稣 哦耶稣 你喜悦我 像你歌手 哦耶稣 哦耶稣 你爱住 我要一生一世去敬拜你 罗马书第五章 第一节 我们既恩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和 你姐妹 我们是恩信称义 我们就要与神相和 紧紧地捉住神 以神为我们的神 在感恩当中 以神为乐 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 求祢的圣灵 真是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主 祢将基督的爱 在我们的心里面 再一次的显明 主 祢让我们回想过去 我们怎样与祢相遇 我们怎样蒙祢的救恩 主 祢更让我们可以坚勻的 望向将来 祢要赐给我们的永生 永永远 远远遇神在一起的 这一种的日子 主 求祢 因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懂得感恩 我们就可以患难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主 求祢帮助我们 主 求祢兼顾我们 主 求祢兼顾我们的心 主 让我们天天述说祢的恩典 上上述说祢的作为 主 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祢里面的信心 一天更盛一天 而且是活泼大有功效的 祢我们多谢祢 听我们的祈祷奉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晨土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